哈喽各位老伙计我是你的院长走南 今天我要跟你们吐槽两窝天怒人怨的小耗子 第一窝就是他俩生的 南方老鼠同款大灰耗子跟他的老婆大白熟子 你看他们俩一个浓眉大眼一个眉清目秀 按理来讲他们的孩子不应该瞅到哪去吧 而且不都说父母恩爱的话孩子会漂亮吗 明明这么的如胶似漆甜甜蜜蜜 生出来的孩子却是这样神的 这合理吗 这礼貌吗 看看这乌其妈黑 这随谁啊 这跟爹妈都不像啊 就这颜色养在家里都不用笼子 直接无缝融入下水道 你们这么可怜巴巴的看着我干嘛 是不是已经预感到自己根本没人要 然后打算一辈子赖在我这蹭吃蹭喝了 喜欢这暗夜贵族般神秘颜色的 或者下水道经常堵塞需要疏通的 请速速联系我 这硕果仅存的小白脸们 赶紧凑近一点给观众老爷们洗洗眼睛 这倒有点像他妈妈 但是完全不像大灰耗子 下面这对爹妈感受一下 非常的肥美多汁 这是个眼圈妈妈跟一个卷毛黑黄爸爸 是的 就是我之前花了一千二买回来的那个 好歹也身价四位数呢 这生出来的孩子不能太拉吧应当 而且这点还都是黄色系的 不是很深 他们的孩子应当 请你们塞回去重新生一遍 谢谢 十七只 整整十七只 我真傻 真的 我单知道这两只熊可能会生出黑黄 眼圈和带帽 但我不知道只有眼圈和带帽 甚至还有一对不显色的带帽 我就问你不显色的带帽 它跟黑熊有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 我多看他们演 我都怕黑熊精给我抓走 这就是身价四位数的熊生出来的孩子吗 爱了爱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他们虽然都是黑 但是黑的层次感完全不一样 就黑的五彩斑斓的 就非常符合甲方的要求呢 这位过路的朋友啊 你掉下去的是刚刚那两只卷毛的黑黑呢 还是现在这两只直毛的黑黑呢 直毛的看起来比较呆猛啊 蓬蓬松松柔柔软软 可爱吗 可爱吧 嗯 拿老母亲的心肌梗色换的 你们如果有小熊上手不老实不听话 可以像这个样子 用手指捂住他们的眼睛 就会起到一个镇定的效果 这两额天怒人怨的颜色 真是闻者伤心见诊落泪 连老天都忍不住下起了雨 这么多死亡黑黑 该怎么办呢 我相信人定胜天 魔法可以打败魔法